这才是国庆党最应该重映的电影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出自己的原子弹 20世纪5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 美国不断威慑着我们 扬言要对大陆重要城市实施核打击 而由李雪剑老师饰演的冯氏将军 临危受命 要组织研发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虽然在沙场上战功赫赫 但在这个问题面前 他也只能无奈的说一句 我不会 当冯氏看到广岛长期的纪录片时 他眉头紧锁 这颗原子弹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起初我们还有苏联专家的协助 但当冯氏来到他们选址的敦煌时 却发现了不小的问题 这里不仅有着众多居民 还有着大量无价的历史古迹 并且地方太小 没办法做大型的核爆破实验 当他把问题反馈给苏联专家的时候 却得到这样的回应 完全可以保护你们 你们没有必要造千万登级的 而冯氏并不妥协 霸气回队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所以向上级汇报批准后 冯氏带队继续向西进发 前往那个被专家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 罗布泊 但这里可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戈壁滩 而是更加恶劣的生命禁区 海前来的战士们 也有刚从战场退下来 就直奔于此的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 甚至有战士不幸牺牲在路上 终于他们在罗布泊找到了水源 在此打庄定位 开始建立核实验基地 而就在大家众志成城的时候 苏联却中断协议 从北京撤走了专家 甚至还烧毁了所有文件 我们的原子弹研发还没取得成果 没有了任何援助 接下来只能完全靠自己 他就是领导原子弹研发的物理专家 由李优斌老师饰演的陆光达博士 在美国麻省理工毕业后 就立即返回了祖国 现在更加困难的是 计算机只有一台 有大量数据 也只能通过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来计算 就这样科研人员们硬是啃着馒头 用最土的办法展开工作 罗布泊这边冯氏将军也动员着战士们 在沙漠中开荒建设 但很快问题又来了 北京的科研人员们 一遍遍算出了结果 都和老李虫火中拯救下来的资料数据对不上号 陆光达看了之后仔细一想 万一他们错了 他马上回家查阅资料 果然是他们错了 很快由陆光达带领的科研团队入驻基地 与前线冯氏将军的部队会合 而一番考察之后 陆光达也很快发现了基地里的一个关键问题 施工现场使用的是盐碱水 没办法 同时只好连夜派出车队 开往几百公里外的生活区采集淡水 终于经过一番苦战 在1961年夏天 原子弹爆红实验成功 实现了阶段性进展 研究还在继续 但紧接着美国又开始步步紧逼 企图把中国的核工业消灭在摇篮里 时间压力巨大 然而最艰难的日子也在这时候来了 全国出现了大面积饥荒 而补给粮食的车队也堵在了半路上 基地里上万名战士和科研人员 已经快吃不上饭了 逢时决定让战士们吃树叶 树皮 把粮食优先让给科研人员 但陆光达看不下去了 而考验还远未结束 狂怒的沙尘暴 没腰的侵盆大雨又接踵而至 面对着疯狂的气象灾害 为保护重要的仪器和资料 所有人都豁出了性命 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 终于在1964年4月 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被秘密的运往罗布泊 输光就在眼前 而陆光达却在这个节骨眼上 因为回京开会 偶遇了来自美国的老同学 结果因为一个拥抱 被美国记者安排上了报纸 他也因此被隔离审查 冯将军得知了此事 亲自赶往北京 以人头担保向上级请愿 却被狠狠批评了一顿 但当他坐上返程飞机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陆光达也来了 终于他还是回来了 两人相识着露出了英雄相惜的笑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最终确定在1964年10月16日 那天前夕 两人在大漠中促膝常谈 照片上的人是谁啊 终于所有人迎来了这个时刻 这声龙之怒吼 贯彻云霄 要所有人见证了中国奇迹 而我们也终于挺起了腰杆子 虽说这是横空出世 但更准确的说 这是面对风雨 听之身板 坚定前行的步伐 而这步伐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之巅 这是一步代表着国家精神的大作 同时也是献给我们每一位奋斗者的励志当天 逼着你进步的永远是站在对面的强者 而当你肩负着责任 渴望着美好生活时 上天只会给你一样的 那就是成为更强者的信仰 面对一重又一重的困难 你也只会长输一口气 说道 做吧 我一定会实现吧